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我现阶段的机遇里面来讲算是非常好的了 而且我觉得它应该算是幕后制作和对手演员都很强 所以给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能量释放的一个机会 法语对我来说很困难 我都要疯了 庆幸的是我带了我之前有上几堂课的法语老师跟我一起去 最后还是能够顺利的说出来 生活中是一个特别随性的人 我不要那些虚假的成分 也不要不是我的那些东西 应该说是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总体来讲因为演戏让我发现了 我不是原来自己认识的那个我而已 其实这点上我跟导演的认识都挺同意的 我们认为一个好的电影是没有文艺和商业的区别的 但前提是它是好的演员演的时候用心 剧本写的时候没有杂念 拍摄的整个是严谨的 不是为了票房 而是为了一个理想去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好的结果的开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